我要介绍的是三角函数的积分, 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的话呢, 把 second x 的积分做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 second x 的积分的话呢, 很多同学的话呢,都是直接写答案的。 second x 的积分是 nature log, second x 加上 tangent x, 这个看起来还蛮复杂的, 那么我们的话呢,验证一下它的答案好了。 second的积分是这个, 那么也就是右边的微分是等于 second x, 我们来试试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nature log second x 加上 tangent x, 我们的话呢,来做一个微分, 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是顺便复习一下连锁率, nature log 这个里面的话呢, 是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是分之一, 里面的分之一, 再乘上这个的微分, 这叫做连锁率,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second 的微分是什么呢? second 的微分是 second x, 乘上 tangent x, 那么 tangent 的微分呢, 是 second 的平方 x, 好,各位同学请看, 这一个我们可以把它提出来, 提出什么呢? 提出的是 second x, 提出一个, 那么这边就剩下来了 tangent 加 second, tangent 加 second就可以抵消了, 于是我们这边的答案就是 second x, 我们验证了这个答案的话呢, 确实的话呢, 就是这个, nature log second x 加 tangent x, 问题来了, 各位同学知道这个答案, 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这个的话呢, 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要回溯到, 17 世纪, 我们有一位伟大的数学家, 曾经当牛顿的老师, 那我们的话呢, 就继续往下看, 我们介绍一下 Barrow, 来, Barrow 出来, Barrow 的话呢, 是17 世纪的数学家, 他曾经做过牛顿的老师, 那他做的这个题目, 有一个非常有技巧性的一个解法, 那么我们来开始的话呢, 学习 Barrow 的做法, 来,我们看一看做法, second x 的话呢,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 second x 改成, 它的导数, second我们是不熟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cosine,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 second 跟cosine 是一个导数关系, 然后我们继续做下去, 下面的技巧是这样的, 它上下, 同乘了一个cosine x, 那么有什么好处呢? 同学可以继续往下看, 各位同学请看, 它同乘了一个cosine的话呢, 它的目的是, 把它全部改成了sine,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写成什么呢? 可以改成 dsine x, 而这边的话呢, 可以根据我们的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cosine 的平方改成1减掉sine平方, 那么我把它写出来, 这边是1减掉sine平方, 分之1, dsine x了, 我们这边的话呢, 将这个题目全部改造成跟sine有关系的, 好, 继续往下做, 问题是这是平方, 平方不好算,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的话呢, 想想看, 这是一个1减掉sine平方, a平方减 b平方, 各位同学知道它的公式叫做, a加 b乘上a减 b, 好, 我们的话呢, 把它再做一个, 修得更漂亮一点, 这叫做a加 b, 我们先写加的, 再乘上一个减的, 这是dsine x, 现在来看, 这个题目看起来又稍微好一点, 这是一次式, 这是一次式, 可是这相成的, 我们还是无法解决, 我们的话就可以利用到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叫做部分分式的, 就是所谓的拆开来, 那怎么做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看下一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这边是等于, 来, 我们写出来, 我们把它硬生生的给它拆开来了, 1加上sine x, 然后这个地方是用加号, 1减掉sine x, 来, 我们来试一试, 各位同学看看, 这个算式跟这个算式有什么差别, 这个加的话呢, 我们假设是通分了之后, 我们发现上面会对销, 而且剩下2, 所以前面要补上一个1分之1, 这边是, 这边是d sin x, 好, 各位同学的话呢, 做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快要可以把它积分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 这是一次是, 没问题, 这个地方的积分就是nature log, 我们继续写下去, 等于多少呢? 等于1分之1, 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积了, 来, 我们把它分开来, 这是nature log, 就是直接写ln, 然后呢, 1加sine x, 再加上,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边要小心, 这边的话呢, 根据连锁率的话呢, 这边是要用减的, 然后, 这就是目前我们所积出来的样子, 然后我们继续的话呢, 把它再做一个整修, 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我继续对这个算是做一个整理, 那么根据对数率, 这是log的东西, log减掉log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相减, 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变成相除, 内部的相除, 于是我们这边可以把它做一个缩减, 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nature log, 这边上面是, 1加上1加上1加上3x, 1加上3x, 底下被减的写在分母, 1减掉3x, 那当然各位同学的话呢, 加上绝对值是更好的, 因为我们要确保里面的帧数是正的, 好, 我们把它加上去, 没关系, 重点是在下面的一个技巧, 这个写成这个答案, 各位同学觉得并不好记, 所以的话呢, 怎么做呢, 我们的话呢, 另外一个barrel的话呢, 它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就是上下同乘一个1加sinex,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怎么做呢, 各位同学请看, 这边是1加上sinex, 底下的话呢, 是1减掉sinex, 它上下同乘了一个1加sinex, 那么上面的话呢, 当然就会变成了二次方了,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好处在哪里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 1减掉sinex, 1加上sinex, 变成了1减掉sinex的平方, a减b, a加b等于a平方减掉b平方, 那于是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整理之后, 变成naturelog, 底下的话呢, 变成了一个非常干净的1减掉sine平方, 1减sine平方, 大家都知道是cos的平方, 这是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这是1加上sinex的完全平方, 那各位同学请看, 这边是平方, 这边是平方, 我们可以把次方扔到前面去, 于是的话呢, 跟前面的二分之一做了一个抵消, 于是这个题目的话呢, 整理之后变成的很整齐, 很干净的一个答案, 这边是cos的x, 这边是1加上sine的x, 那各位同学看出答案来了吗? 没有, 这边分母是cos, 那我们再把它做一个整理, 于是变成, 分开来变成cosx分之1, 再加上, 这边是cos分之sine, 好, 那么于是我们得到了我们最熟悉的答案了, 这就是second x, 这是什么呢? 这是tangent x, 那么我们又用了这个barrel的技巧解决了这个second x的积分,